公事推出的纪录片《彼岸他方》 是讲述1975年越战结束之后 1977年到1988年 台湾政府在澎湖收容了 2000多名的越南海嫖难民的故事 而当时还有106位的婴儿在营区出生 骗子花费了10年的时间制作 跟随这些在海外的移民回到澎湖寻根 同时也展现了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 曾经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的重要历史 从美国加州飘洋过海 带着另一半抵达远方的岛屿 展开寻根之旅 软心荣是1977年 到1988年间出生在台湾澎湖难民营 106位婴儿中的其中一人 他的父母当年从越南搭船逃离 被中华民国政府收容安置 最近行政院建议中南半岛难民的情况 稀粉严重 我们决定再继续加强救助的措施 另外我们也通缉凡是中华民国 既的轮船在海上遇到越南的漂流难民的时候 1975年越南共和国沦陷后 越南政权更替 因为政治破坏 饥荒 许多越南人冒死逃往新加坡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日本 韩国等周围国家 而虽然联合国的官方资料没有记载 但是台湾当时也曾参与了人道救援的工作 澎湖难民营存在的这个事情 不止台湾人不知道了 很多澎湖人也不知道 当年漂流到台湾的越南难民 有大约两千多人被安置在澎湖难民营 等待前往第三国寻求庇护 他们最终大多取得了美国移民申请 少数前往加拿大 欧洲和澳洲 不过当时也有少数北越出生的华人被留在台湾 因为美国很清楚就是 你不是政治难民 他为什么要收你 他们被定义是经济难民 因为他们都是从北越然后过了大陆 在大陆再偷渡过来台湾 台湾透过参与人道救援行动增加了国际能见度 不过由于当时适逢台美断交 越南海漂难民议题也成了政府激发民众反共意识的政治宣传 就是不管是从台湾来的或澎湖当地的军人跟学生 都会被安排到这个难民营里面的一个陈列馆 去看这艘吃人肉的难民船的故事 这艘所谓吃人肉的越南难民船 在出发时原本载有将近150人 抵达澎湖马公港时却只剩下34人 李女士便是当年获救中年纪最小的两名少女之一 如今澎湖南民营已被拆除 这段将近12年的历史也显为人知 不过对于曾经落难的旅人 感激之情却是永生难忘 许多受访难民都表示 当年在澎湖的生活一时无余 还可以工作领零用金 通过丰富的历史影像与跨国采访 纪录片彼岸他方花费长达将近十年制作与拍摄 让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的一段重要历史 不被世人忘记 TVB新闻总和报道